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我有一個社團 這個社團叫做 iPhone開發課程使用Swift 在Facebook 這個是我的學生 我線上課程的學生 或是我實體課程的學生 都會加入這個社團 讓他可以問我問題 今天應該是昨天 昨天有一個人問我說 我的這個短片 教Computed Property 如果你對於Swift的Computed Property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在YouTube 你可以看我的錄的影片 我叫什麼就是Computed Property 那他問說 這個Computed Property 跟這個DESET 這個哪一種比較好 這個DESET 在我的新的 沒有,是舊的 Swift 3的欣賞課程裡面 有提到這個DESET 這些東西 這個叫做 Property Observer 這個Property Observer 跟Computed Property 也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打算錄一集 雖然我的現場課程有了 不過我沒有放在YouTube 所以我打算錄一集 專門錄一集 這個Property Observer 那在短片裡面 我想要介紹 Property Observer 然後跟Computed Property 有什麼不一樣 那大家請期待一下 我真的錄好以後 再在這個 我的這個Vlog 這邊告訴大家 那接下來呢還有 我要說重點是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DESET 這些東西叫做 Property Observer 那這個呢 Computed Property 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謝謝同學的問題 那有問題的話 就隨時可以問我 可以留言在我的Facebook 或留言在我的 或在留言在Udemy 的信賞課程的留言板 我都會打開來 回答同學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同學呢 這是一個 他說我不曉得 我以後會不會教 使用AR-Kit 這個開發方式 很有興趣耶 AR-Kit的話 我以後會教 在我想要錄的 新的課程裡面 有放AR-Kit 如果你對AR-Kit有興趣的話呢 我相信 你對下面的這個短片 也會很有興趣 那 你可以到Youtube這邊 然後搜尋這個標題 Argumented Reality in a Hot Moment 這樣 那我們來放一下 這個 這個是 以前 我們8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的一個流行的歌曲 他的演唱團就叫 AHA 那個時候呢 他的MV拍的就像這樣 拍的就是 好像漫畫一樣 一個漫畫的世界 那有了AR-Kit的話 就 真的可以 實現這個漫畫世界 你看到這個 影片裡面 我們還可以 就是可以看這個漫畫 你看 這個漫畫裡面 後面的這個布景 其實都是這個 房間裡面的布景 只不過看起來像漫畫 你還可以走進 這個漫畫世界裡面 超酷的 嗯 還可以看 裡面的這些 我們家裡面都變成漫畫 還可以從漫畫世界裡面 看現實的世界裡面 AR-Kit 各位同學 超酷的 那 嗯 會錄像這樣的課程 不過 可能是 要錄完現在目前的課程 所以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如果 大家 等不及了 真的想學AR-Kit的話 嗯 我有訂閱一個頻道 他有教 現在就有教UR-Kit 我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學學看 嗯 在這邊 我其實訂閱了很多頻道 那也許哪一天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所有訂閱的 我都在看什麼YouTube頻道 分享給大家 嗯 有一個 頻道 在這邊 這個 這個 叫Jade Davidson 這樣 如果上過我的課的實體課的同學 應該也是我都有推薦這個頻道 那這個頻道裡面 如果到這個頻道以後 你點他這個影片這邊 好 這邊 這個就有教你AR-Kit 然後他真的是從頭教 嗯 我覺得 教得很簡單 那當然是初步的AR-Kit 所以 不過如果你對AR-Kit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 看這個影片 學一下 AR-Kit Basic 這樣他就是從最基礎的開始教 從開一個專案開始 就真的是從頭開始教 所以如果你對AR-Kit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看 這個最新的這個技術 AR-Kit 說不定你也可以做出 像 AHA 這樣子這個很特殊的 這個MV的效果